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鳳亞洲論壇會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拉加德 習近平表示世界經濟仍處於深度調整中 仍然存在很多不穩定和不確定性 希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增加新興市場國家 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 中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合作 拉加德表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願意加強與中國的合作 另外習近平又與微軟創辦人蓋持會面 蓋持希望中國憑自身經驗協助非洲國家擺脫貧窮 習近平較早前出席企業座談會時指 中國經濟需要在經濟成長和其他問題之間找到平衡點 今後相當長的時間會維持穩定增長 又會重點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 以及推動環保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李浩文報導